韓媒最近提出twice定言最近的樣子被公開後呢 讓粉絲們的download意義增大 在2月16日某市區網路公開了中斷活動一段時間之後回歸的定言 在LA演唱會時拍下的照片與影片 在公開的影片當中呢 定言的臉多少有點浮腫 另外他好像皮類的臉色也讓粉絲們更加擔心 那在2月17日呢 那年通過twice掛發instagram上傳了他和定言的LA演唱會 Day2之後的自拍照片給粉絲們當禮物 定言的臉色是暗示非常好 而且臉也不腫了赤膚粉碎的這些留言 小片再次就是因為twice他們要倒時差還有練習導致的 怎麼說也希望定言能夠平安健康開開心心喔